女生命中注定 对你莫复前进 唯独你让我珍惜 你的眼睛 像锋利 钉钉钉 穿入脑海的声音 多红听 多沉寂 无云烟灰的天气 对你一见就情 就像花雪的粉蚁 素有四千年一玉美女的美称 居静一无论是外形还是身材都非常出色 一直在公众视野中 以大波浪卷的美发和深邃的五官 窈窍的身材迷倒重粉丝 近几年也成为了新生代女星代表人物之一 回顾居静一的出道经历 2013年11月2日 以剧场女神公演正式出道 2014年7月26日 荣获SNH48第一届 左选举第四位 出道以来都是以清纯可爱甜美形象 受到大家的喜爱 从居静一近期黑纱裙照片来看 颠覆粉丝审美观念 不仅穿开叉裙露大腿 还将大腿屁得太过 从照片上看来大腿明显两出屁得太细 整条腿直露 网友们都直呼 女神形象崩塌 这不是我认识的四千年清纯女神啊 让人不禁联想到 居静一之前陷入整容事件的风波 从向上把少年出道时 圆脸的居静一 眼睛有点小 鼻子也塌塌的 整张脸感觉给人就是露人脸 浮云一略过就忘去了的长相 反观现在的她 立体的五官 高挺的鼻梁 深邃的大眼 时刻发出一种千年美女的气质 娱乐圈的女明星高颜值的很多 为了博眼球 很多女明星也不惜做整容和P图 提高自己的人气 在众多网友对居静一撩群后 露大腿P图女神形象崩塌后 居静一参加一旦我要这样生活的综艺 又回归了一贯的清纯路线 两股清新的麻花辫 笑容可居的仪态 穿着家居的围都吸引住了人的眼球 从未下厨过的居静一首次 就选择了作有难度细数的毛血旺 虽然是从头学起 但是成品可谓非常成功 被网友称为平平无奇的做饭小天才 在综艺节目中 我们也看到了她另外的一面 热爱生活 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 喜欢拼乐高 有着自己的生活乐趣和爱好 会为了自己喜爱的东西 会去努力付出 虽然现在的她还不够美好 但也一直在努力 没有停下 一直在进步 突破自己的风格 我们都相信她会越来越好